真言二十九章十八节 没有意象 明就放肆 为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意象原文是 启示神欲 先知欲言的意思 也就是说先知的启示 从神来的启示 而放肆原文是 被松开 被解开 缺乏约束的意思 没有意象就是意味着 混乱 放松 随便 没有约束 唯有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这里的律法是指神所有启示的全部旨意 按照希伯来文的平行用法 律法跟意象是同一词 这里的遵守 原文的时态是主动分词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 常常遵守神的话 就会蒙福 好